哈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健一样系黄慧玲老师 我们这一单元要上的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在课本的第六章 那糖尿病这两个字今天就把它背起来 我们常常听到说DM Diabetes Mellitus就是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糖尿病的意思 那这一个章节内容比较多 所以老师把它分成四部分 所以呢当你第一部分上完的时候 里面的专有名词全部都要备收 然后相关的东西也要备收之后才进展到下一单元 好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来上课咯 Go 好那第一部分呢我们要上的是 糖尿病的名称 还有它的定义 那当然呢跟糖尿病很有关系的 就是胰岛素的作用 那还有糖尿病的分类 诊断标准 还有筛减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数字 可是呢营养师考试却是年年好 所以一回生两回熟 就像老师说的善聊的口诀是什么 善聊善聊 三不五十拿出来聊一聊 聊久了你就会咯 当然呢在开始念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像这个可爱的笑脸一样 开心让自己变聪明哟 好 来首先我们要开始看糖尿病的名称 还有定义 糖尿病的名称跟定义 我们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我们都是根据ADA他们的修订 美国糖尿病学会 这题也有考过 好那ADA学会每年都会根据最新的临床证据 还有专家会议 在糖尿病照护杂志里面发表新的临床质疑 也就是说新的定义有没有改 然后他的照护的原则 或是治疗的准则 或是用药的准则是否有修订 那这个每一年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修订 所以当你在考营养师之前 要记得看一下当年度的最新修订 那么糖尿病有很多相关的网络资讯 同学们可以到这边网站上面去看 国内外都有 好糖尿病 diabetes diabetes这个字呢 它是红吸管的意思 意思是他们观察到患者因为口渴 所以一天呢可以喝下很多的水 那melitus这个字是拉丁文里面的蜜糖 也就是说尿液有甜味 那它的甜味呢是导演于尿液里面出现了葡萄糖 所以一般糖尿病的定义也就是说因为胰脏制造的胰岛素insulin不足或是作用不良 而导致葡萄糖没有办法完全进入细胞而滞留在血液中造成血糖浓度升高 而尿中有糖分的现象我们就称为叫做糖尿病 好意思是说哦 胰岛素分泌可能降低 对不对 那二则呢它可能没有降低 可是作用降低了 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说的胰岛素主抗 胰岛素的量够 可是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那或是两则都缺失 那这样的情况都可能导致不适当的高血糖或尿糖的现象出现 好那这样呢我们就称为叫做糖尿病 好那胰岛素它是在身体里面是做什么用呢 胰岛素在身体里面算是属于同化型的荷尔蒙 所以所谓同化 同化呢就是指促进合成的意思 所以它在身体里面几乎都是走合成路径 例如说呢 诶它在肝脏增加了肝糖的合成 促进脂肪酸的合成 那么在脂肪组织促进肝油合成 促进脂肪酸合成 也就是促进TG的生合成 好那在肌肉里面呢 促进氨基酸吸收增加蛋白质的合成 所以整体来讲全部都是走合成路径 那么对于血糖而言 它会帮助血糖进入细胞 而作为能量来源 借此降低血糖 所以有人说 胰岛素它就像一个钥匙一样 开启葡萄糖进入细胞的 的一个关卡 但是呢又有人说 诶它其实不像钥匙 它其实比较像 诶 类似芝麻开门 所以它就是那一个在那边喊 Sesame Sesame Open the door的那一个重要的人物 好 那它是让什么东西打开呢 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胰岛素呢 它作用在周边的组织 好 例如说呢 它作用在骨骼肌 好 好 那我们的胰岛素呢 它在细胞膜上跟它的Resetor受气结合 结合之后 它就进行所谓的Insulin Signaling Pathway 胰岛素的续洗传递路径 那刚刚有说到 哦 它在身体里面走的是同化 对不对 所以它影响到蛋白质的代谢 影响到蛋白质合成 然后它也会影响到生长 也会影响到脂质的生合成 那对于血糖部分 哦 它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它这时候促进了一个重要的Transporter 叫做Glu4 好 例如像骨骼肌里面 Glu4指的是什么东西 来我们往上看 葡萄糖运输蛋白4 诶 既然有4 也有1234吗 哦 有诶 等一下会看到 好 那这个葡萄糖运输蛋白 这时候受到胰岛素的刺激 它就转位到细胞膜表面 那转位到细胞膜表面 这时候我们的葡萄糖 就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 然后经由Glu4 来将葡萄糖带到细胞里面 而降低血糖 哦 所以胰岛素 它帮助血糖进入细胞 其实最主要的 它就是让我们的Glu4 转位到细胞膜上面 而将葡萄糖带到细胞 那刚刚说到 哦 葡萄糖运输蛋白4 那还有其他吗 嗯 我们往下看咯 葡萄糖运输蛋白呢 目前来讲 它发现至少有5种 那它主要呢 就是将写意中的葡萄糖 送到组织里面 哦 那包括有12345 好那一般来讲一下肝脏 主要的葡萄糖运输蛋白是Glu2 那它存在肝脏 还有肠道基底抹细胞 还有胰胀的β cell 哦 胰胀的β cell 主要就是负责制造胰岛素的 对不对 嗯 没错 那Glu3呢 主要是存在脑细胞 还有胎儿的组织中 肌肉中 那很重要的要背起来 这个营养师考试有考过 Glu4呢 它主要存在于 胰岛素敏感的组织 例如骨骼肌 心肌 中色脂肪 还有白色脂肪里面 哦 所以呢 如果胰岛素主抗 那我们的Glu4呢 就没有办法发挥功用 把葡萄糖带到组织里面去 所以血糖呢 就会显著的升高 哦 那另外呢 还有Glu5 它也是存在很多 那这Glu5呢 它也会运送Flatus果糖 但是呢 是优先运送葡萄糖 所以这边呢 同学们要记起来 Glu2跟Glu4 好 它们主要是存在于 什么组织里面 那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将血液的葡萄糖 送入组织去利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糖尿病的分类 哦 分类呢 当然是根据ADA 所以当你们现在听到ADA 叹叹 就要想到美国糖尿病学会 好 它把糖尿病分成四类 第一行糖尿病 拍不按DM 哦 注意哦 这边都要使用阿拉伯数字 好 早期呢 是用罗马数字 那它现在统一全部都用阿拉伯数字 第一行糖尿病 第二行糖尿病 其他型糖尿病 还有韧成型糖尿病 GDM 那在这边的缩写跟中文字 全部都要记清楚 好 所以ADA是什么 美国糖尿病学会 GDM 韧成型糖尿病 第一行糖尿病 哦 又称为叫做 药年型糖尿病 容易导致 铜酸型糖尿病 好 这边的铜酸呢 就是指 好 等一下会提到啦 好 那它主要的原因 是β细胞遭到破坏 胰臟的β细胞 主要是用来分泌胰岛素的 哦 所以这边 通常会造成绝对胰岛素缺乏 那可能的原因 自体免疫 或是特发性 特发性又称为叫做自发性 或是不明原因的 哦 所以可能就是不明原因 而造成β细胞被破坏 那它的发生男女比例差不多 通常是以青春期前后 有的会更早一点 那我们国的 台湾的低型糖尿病的发生率跟亚洲其他国家差不多 那它主要治疗是需要胰岛素 哦 所以低型糖尿病的通常终生都要施打胰岛素 第二型糖尿病 又称为叫做成年型糖尿病 那早期的名称叫做NIDDM 非胰岛素依赖型 那它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说遗传 环境 肥胖都可能 那范围它可以是胰岛素阻抗为主 或是胰岛素的相对缺乏 那或是呢 两者都有 胰岛素缺乏 合并胰岛素阻抗 来 胰岛素阻抗 insulin resistance resistance IR 多在40岁以后 可是现在慢慢有下降的趋势 那主要是跟环境 也有跟饮食习惯有关 例如现在人很喜欢喝含糖饮料 那因为呢 糖类它就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也会加速你胰脏细胞的快速老化 好 所以一般像国内糖尿病 它的患者 大概有98%以上 都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 其他型糖尿病 其他型的糖尿病 包括跟糖尿病病存的一些情况 还有症候群 例如 β细胞的功能基因缺陷 或是胰岛素作用的基因缺陷 或是胰脏外分泌的一些疾病 例如说 胰脏炎 受伤或是切除肿瘤等等 那还有内分泌疾病 酷酸心酸等等 还有药物感染其他的免疫疾病 或是遗传相关的糖尿病 那这些全部都是归在其他型的糖尿病 第四种 肿成型糖尿病 肿成型糖尿病指的是怀孕期间葡萄糖耐量异常 哦 那意思是说 还没有怀孕的时候 血糖控制各方面是正常的 没错 好 那因为我们怀孕期间身体的代谢改变 所以胎盘产生了过多抗胰岛素因子 那大部分的孕妇 通常都会有自己的调节 而将血糖平衡 可是有些孕妇 她调节不良 就导致血糖升高 那么在怀孕的时候 产生糖尿病有什么危险性 哦 危险可到了 先天畸形 死胎 养水过多 巨婴早产等等都有可能 好 那通常治疗来讲 胰岛素 胰岛素治疗 然后生产过后 通常血糖会恢复正常 但是还是要定期做监测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认成型糖尿病 所以同学们回忆一下 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型 第二型 其他型 还有认成型糖尿病 就是目前ADA所定义的四大类型糖尿病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这个诊断标准 年年考 真的 那你会想说 好好考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那因为你们要去医院实习 也都需要看这些相关的数据 所以一定要手记 来 打起新诊栏 现在就开始记吧 好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包括有四个 第一个 糖化血色素A1C 哦 标准是 大于等于6.5% 要注意 干 贵 一定要写对 6.5% 好 第一个 A1C 再来 空腹血浆血糖 就是FPG 大于126 每100毫升大于126mg 第三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第二小时血浆血糖 大于200 哦 记熟了吗 好 第四个 典型的高血糖症状 好 高血糖症状呢 一般就是 呃 例如说你会疲倦啊 多咳 多尿 等等的 那或是高血糖为相 而且 随机血糖值大于200 随机血糖值 就是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测 都是大于200 好 那这里面呢 只要符合其中一项 就算糖尿病了 那可是呢 前面这三项 必须还要再重复确认一下 重复验证 是不是真的是糖尿病 好 所以这几个标准 例如说像空腹 什么叫做空腹 来看一下 空腹的定义 至少八个小时 没有摄取热量 可以喝水吗 可以 好 那什么叫做 口腹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 那OGTT 是依照世界卫生组织 它规定 口腹 75克的葡萄糖 溶于300毫升的水里面 然后再进行测试 好 所以这些诊断 都有它固定的流程 还有标准 所以目前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就包括有这四项 背熟了没 好 来考一下咯 FPG 哦 同学我想说 FPG写下 空腹血浆血糖 要大于多少 126 那糖化血色素呢 K1C 大于6.5% 好 那刚刚指的是 诊断为糖尿病的标准 那么在糖尿病之前 有另外一个叫做 糖尿病高风险群 又称为叫做 Prediabetes 糖尿病前 老师少打了一个字 糖尿病前期 词写太丑了 糖尿病前期 好 糖尿病前期指的是什么呢 空腹血糖异常 哇 这又出现缩写了 IFG 空腹血糖异常 刚刚说到 空腹血糖 大概要多少 才称为糖尿病 126 对不对 好 所以空腹血糖异常 是指 100到125 我们就称为叫做 IFG 这个定义是要背的 那另外一个 嗯 葡萄糖 耐受不良 Impaled Glucose Tolerance I G T IGT指的是 口服葡萄糖耐量 实验第二个小时 血浆血糖 刚刚说到 政治糖尿病的标准是 大于200 对不对 所以这边 140到199 我们就称为叫做 IGT 哦 又多了两个词 对不对 IFG 空腹血糖异常 IGT 葡萄糖 耐受不良 好 那第三个标准 糖化血色素 5.7到6.4% 好 所以 这三项 任一项 就称为叫做 糖尿病前期 或称为 糖尿病高风险群 那么这个也是 心血管疾病的 高危险群哦 嗯 所以 同学们 要特别注意 这个 这个 定义 还有名词 都曾经考过 一定要熟记 好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哎 空腹血 浆血糖 FPG 对 就在这里 好 那刚刚说到 它的定义里面有用到 所谓的OGTT 口服葡萄糖 耐量试验 好 口服葡萄糖 耐量试验 通常禁止 好 刚刚说到 通常呢 禁止是8到12小时 就可以了 好 那 通常先测 空腹的血 那这时候是代表 0小时 也就是FPG 那给它口服 75克的葡萄糖 溶于300毫升的水 哦 要注意哦 有的测试 它是用100克的葡萄糖 好 啊 如果是孩童的话呢 就是每公斤体重 给它1.75克 好 这时候 喝完 5分钟内喝完 每隔半个小时 这边监测血糖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图 X轴指的是时间点 Y轴指的是血糖 正常人来讲 它的血糖 哦 大概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 会达到高峰 那之后呢 就会下来 可是糖尿病的患者 通常呢 哇 一直升高 一直升高 到1.5个小时 都还是高峰 而且这时候血糖 就下降不下来 就会有高血糖的不适症状 例如说觉得 浮浮沉沉的 都已经快睡着了 那或是觉得累累的 或是口渴等等之类的 高血糖的症状 嗯 那这个就称为叫做OGTT 好 那可是呢 好像有听过一个叫做IGTT IGTT呢 是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用到静脉 因为有些人 它的肠味道 葡萄糖的吸收异常 那或是说肠味道异常 所以它用这个口服的就没有办法好好 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监测到 它的血糖状况 所以它就会用静脉注射的方式 来进行葡萄糖耐量试验 好 那下一个 重要的指标叫做糖化血色素 A1C 中英文全名都要记起来哦 嗯 糖化血色素 一般来讲我们正常人 血红素 本来就会跟葡萄糖产生不可逆的糖化作用 所以正常 4到6个percent 就会是正常存在于我们血液里面的A1C 好 那因为我们的红血球平均寿命就是120天 所以A1C可以反映过去2到3个月的血糖 没有办法反映及时的血糖 所以有些病人 他要去看医生之前 他就特别控制血糖 结果呢 医生还是看得出来说 哎 你没有好好遵照我的指示 或是没有好好地吃降血糖药 血糖控制的不好哦 好 那他怎么看的呢 哦 就是看这个A1C 你这两天好好地控制 A1C还是一样高啊 因为他反映的是 之前的2到3个月的血糖 所以他可以当作我们长期控制血糖的一个参考指标 不适合当作短期的诊断指标 那A1C这个指标的好处 患者他不用空腹 直接可以抽血 好 所以呢 你想要验一下 就可以直接抽血测 那他一般在压力或是生病状况下 他的Day to Day Variation 每日的变动是比较小的 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稳定 而且比较准确的一个指标 缺点 嗯 这个分析比较贵一点 而且当病人有比较高的红血球转换率 也就是说呢 你的红血球生成率跟破坏率都比较高的时候 例如说怀孕时期 那或是溶血性的贫血 或是缺铁产生的贫血IDA 那这些就不太适合用A1C来诊断了 下一个指标 尿糖 哦 前面提到 咦 血糖身高 尿中有糖分 我们称为叫做糖尿病 对吧 哦 尿糖的试验 我们一般常常都是用试质 它是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 所以试质在尿液沾湿之后迅速取出 一分钟 跟标准笔色表比对 那它的原理 试纸上面有葡萄糖氧化酶 Glucose acides 它变起来 试纸上面有Glucose acides 当它碰到Glucose的时候 就会有黄色转变成蓝色 所以当你葡萄糖的量越多的时候呢 产生的蓝色就越明显 一般我们的血糖如果升高到每100毫升大于180mg的时候 葡萄糖就会从尿液中露出来 所以我们从尿液中呢就可以侦测到尿糖 也就是说当你尿尿完之后呢 就会有蚂蚁爬过来了耶 尿糖越高代表通常血糖也越高 嗯 好 那我们的葡萄糖平常不会从尿液中露出来 在什么情况下 什么素质才会露出来呢 就是所谓的超过葡萄糖的肾育值 什么是葡萄糖肾育值呢 嗯 葡萄糖肾育值的定义就是 葡萄糖它可以从肾丝球体育出 然后又从尽端的肾小管在吸收回体内 这场状况 可是呢肾小管在吸收是有极限的 那这个极限值就称为叫做肾脏的葡萄糖育值 又称为葡萄糖肾育值 Glucosereno thresor 好 刚刚说到 身高到每100毫升 180mg的时候 葡萄糖就会从尿液中露出来 嗯 好 那刚刚说到的血糖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 它的判定标准 血糖 有同学问到 血糖到底测的是浅血还是血浆呢 好 一般来讲我们的指标通常测的是血浆 好 那我们的血浆的葡萄糖跟血糖之间怎么做换算 怎么做换算 好 水浆的葡萄糖大概比血糖全血的血糖高出15%左右 所以换算值就是血糖乘以1.15 就是差不多了 那但是呢 如果说有严重贫血或是红血球过多症等等 就要带入另外一个公式 好 所以现在你要有个概念是我们一般做的就是血浆的葡萄糖 那么换算成血糖你就直接除以1.15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要知道血浆的葡萄糖比血糖越高一点 越高一点 好 来 最后呢 我们进展到糖尿病的筛减 糖尿病的筛减 对于没有症状成年人的糖尿病筛减 过重 而且具有一个以上的危险因子 好 危险因子包括有这一堆 好 例如缺乏体能活动 这不是一般人都有吗 好 那接下来一等轻罹患糖尿病 家族史 家族史 通常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还有高危险的族群 好 例如说美洲 拉丁族 亚洲一 什么等等之类的 还有产出巨婴 还有高血压 还有高血止症的患者 那还有多囊性软巢癌 还没有没有这么严重 多囊性软巢 症候群 那再来呢 葡萄糖耐受不良 哦 葡萄糖耐受不良 缩写是什么 IGT 或是空腹血糖异常 缩写 IFG 好 那或是临床上出现 胰岛素阻抗 罹患性血管疾病 好 那这些呢 就算危险因子 过重 还有危险因子 一个 哇 那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 好 那假如说 没有上述危险因子的 风险因子的民众 45岁以上 就要开始进行筛检咯 那如果筛检正常 每隔三年 再筛检一次 好 那刚刚说到过重 每个族群的过重定义不太一样 好 例如说像ADA他们定义 白种人 好 是大于25 那在台湾 就是大于24 BMI大于24 好 那在我们国家呢 这样子定义 不叫做过重 叫做肥胖 诶 是吗 好像不是哦 对不对 我们是定义成过重 肥胖是要多少 大于BMI大于27 大于27 好 那 假如说过重 又有上述一个 风险因子存在的时候 要怎么筛检呢 嗯 当然 就是测 第一 糖化血色素 A1C 那还有 空腹血浆血糖 再来 OGTT 主要就是测这三项 所以现在呢 定义 嘚嘚嘚嘚 要出来 如果糖化血色素 大于多少 就代表判定有糖尿病 6.5% 对不对 空腹血浆血糖 要大于多少 126 Mg per day 所以这些指标 一定要常常记起来 因为考试几乎年年考 那儿童还有青少年的第二型糖尿病要怎么筛检 ABA建议 体重过重 和病两项 危险因子 10岁 或是青春起起 每隔三年 每三年要接受一次筛检 那什么是危险因子呢 1或2等轻 有第二型糖尿病 高危险族群 还有 有胰岛素主抗的症状 或是相关情况 例如 黑色脊皮症 黑色脊皮症 就是常常出现在脖子啊 或是腋下有黑黑的 那或是高血压 脂质代谢异常 心血管疾病等等 多囊性软巢症候群 PCOS 那这一些 通常就要特别注意 它是危险因子 那妈妈 有GDM 这时候小孩 也要特别注意 是否会有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危险 好 刚刚说到黑脊皮症 黑脊皮症呢 主要 这个英文字大概要看得懂哦 缩写AN 那它的分布主要是在颈部周围最多 以下面这个图来看 那常常一开始人家会以为说 胖的人他是不是 常常脖子都没有洗干净 或是腋下都没有洗干净 好像都有黑黑的 那其实呢 它是胰岛素主抗的一个危险的症状 那么它主要是颈部比较多 那其次为腋下 少数人会出现在手肘或是膝盖 可能的原因跟肥胖 或是葡萄糖耐受不良 糖尿病代谢中后群 等等都有关系 脊转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血中的胰岛素浓度偏高 那胰岛素它作用到角质细胞或是纤维母细胞上面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受气上面 所以使得细胞增生而造成局部皮肤比较粗黑的情况 所以这个主要是跟胰岛素主抗有很大的关系哦 所以当你看到 周遭的朋友 他的脖子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要试试的提醒一下 去做一下糖尿病的筛检检测 好那刚说的是第二型糖尿病的筛检 那么第一型糖尿病的筛检通常都是特殊基因体质 好那常常呢 就是说起因于人类的白血球抗原有问题 好那通常针对胰岛的β细胞还有它的产物 做一些免疫活性的判定 通常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第一型糖尿病 好追踪 胰岛细胞抗体 ICAS 那胰岛细胞抗体有很多种 所以它后面会加数字 通常是指它的分子量 好所以追踪这个抗体 那胰岛细胞抗体 它的特别的抗体呢 针对胰岛细胞值 胰岛素 还有福安酸脱缩 GAD这几个通常就是常常检测的抗体 那GAD蛋白质呢在各种免疫方法中是认为最容易预测到第一型糖尿病的 所以当GAD蛋白出现的时候呢通常就知道说嗯它应该是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 好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第一型糖尿病跟第二型糖尿病它的判定标准 所以这边做个总表来整理一下 第一型糖尿病它发病的年纪 第一型糖尿病我们一般称为叫做幼年型嘛 所以通常在青春期前后就会发病 所以发病呢通常低于30岁 那第二型糖尿病是属于成年型 一般通常就是40岁以后 那第一型糖尿病发病的症状 急性有明显症状 第二型通常比较没有什么症状 只是觉得好像累累的啊 然后吃的比较多 好临床表现 第一型糖尿病体型比较瘦 体重减轻 然后呢多尿平壳 而且常常出现DKA 说起来记起来 同酸中毒糖尿病同酸中毒 那么第二型糖尿病的临床症状 一般虽然有分成肥胖型跟非肥胖型 可是呢通常以肥胖型居多 那么有明显的第二型糖尿病家族时 还有黑色急脾症 就是脖子腋下会有皮肤发黑的情况 那么女性多发性 狼泡软潮症候群 也常常是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症状 那么第二型糖尿病通常不会有DKA 这一体常常考哦 糖尿病同酸中毒 常常发现发生在哪一型的糖尿病身上 反正是第一型糖尿病 好 那么第一型糖尿病跟第二型糖尿病的 血清鉴别诊断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吸生态 CPeptide 那这个CPeptide呢 在第二型糖尿病通常是会高的 那也就是第一型糖尿病通常检测不出来 或是说它比较低 所以它也是一个蛮典型的指标 测血清里面的CPeptide 那么肢体抗体就更明显了 刚刚有说到ICA 肢体抗体呈现阳性 然后GAD65就是它的分子量 呈现阳性 ICA512呈现阳性 这些就可以立刻判定 它就是第一型糖尿病 那当然在第二型糖尿病这边 不会有这些肢体抗体的产生 治疗方面 第一型糖尿病 大部分都要用胰岛素治疗 所以第一型糖尿病 终生都要注射胰岛素 那通常它跟肢体免疫疾病 多数有关 它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 改变生活形态 口服降血糖药或是胰岛素 就会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好所以在这边呢 也要知道 其实糖尿病 它这种病 没等金 没等金的意思是什么 它不会好 可是呢 你好好的控制 例如改变生活形态 改变心态 好好的服用药物 或是饮食上面 好好的注意 其实还是可以有 很好的生活品质 嗯 所以得到这种病 不要自怨自哀 因为自怨自哀也不会好 所以呢 就接受它 然后好好的学习一些相关的 营养相关的知识 好 然后用在自己身上 嗯 其实还是可以创造美好的生活的 好 那热成型糖尿病 热成型糖尿病 刚说到55GDM 大家应该背起来吧 主要的原因 孕妇怀孕胎盘产生的荷尔蒙 会形成胰岛素的功能 所以使得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 产生抗性 也就是产生了一些所谓的 抗胰岛素因子 那但是 大部分的孕妇 可以经由带肠性分泌胰岛素来应变 而使得血糖恢复正常 可是有些人的体质 没有办法充分回应 而产生韧成型糖尿病 高血糖的状况 典型的症状 三多一勺 也就是大家所常常听到的 多吃 多喝 多尿 还有体重减轻 好 那检测 哦 这边常常考哦 今年考试也有考到 应该说是每年考试 几乎都有考到 在第一次产检的时候 会测血糖 好 那一般在怀孕的 第24到28周的时候 使用75克葡萄糖 进行OGTT 检测第二小时血浆的血糖 那么这边如果正常之后 诶 产后6到12周 使用OGTT再测一次血糖 好 终生都要检测 是否有糖尿病产生 至少每隔三年 就要来检测一次 嗯 好 所以刚刚说到 哦 什么时候做OGTT呢 怀孕期的第24到28周 好 在怀孕期的第24到28周 我们进行OGTT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好 考试的时候要注意 它用的是75克的葡萄糖 还是用100克的葡萄糖 好 那它四次的血糖值中 有两项 或是两项以上 超过标准 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 二很成型糖尿病 好 这个标准都要记 空腹就是零小时嘛 零 一二三 探定标准 空腹的时候 如果大于 一 零 五 然后一个小时的时候 大于 一九零 两小时 一六五 三小时 一四五 哦 有两项以上 我们就称为叫做GDM 那么控制的标准 在空腹的时候 就要小于九十五 这里曾经考过 一小时 小于一四零 两小时 小于一二零 哦 记起来了吗 好多数字哦 好 这时候就又要说出 善聊善聊 三不五十 拿出来聊一聊 这种数字呢 怎么可能一次就背起来 老师也背不起来啊 所以每次有同学问 或是问同学的时候 老师就回忆一次 所以 慢慢慢慢 就会记起来了 好 所以同学们 这时候就要互相问一下 嗯 使用七十五克的葡萄糖 来进行OGTT的时候 两个小时 它的控制标准 是要多少 哦 血糖要小于一百二十哦 好 那么如果是用一百克的葡萄糖 来进行OGTT的时候 这时候数字又不一样 哦 同学会觉得 怎么这么烦呀 没办法 就是有这两种测试 好 所以空腹呢 一百克的葡萄糖 空腹 零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 就是九十五 一百八 两小时的时候 是一五五哦 三小时的时候 一四零 好 虽然说很讨厌 可是呢 在一零三年八月的考题 就出现了 日程型糖尿病的诊断 口服一百克 所以考试的时候 要看清楚 它用的是一百克 还是七十五克 两小时的血糖 最低大于多少 就称为叫做糖尿病 答案在哪里 登登登登 一五五 对不对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它用的测试 是用一百克的葡萄糖 还是用七十五克的葡萄糖 好 所以我们的单元一呢 就上完了 所以同学们来测试一下 刚刚是不是都记起来了 给你们二十秒的时间 来看一下 这两题 有关认成型糖尿病 下列何者错 这两题都是近几年的营养师考题 下面哪一个错误 好 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哦 它要选错误的 你就特别把它圈起来 可于怀孕 第24到28周 进行血糖值 这个好像是正确的吧 空腹血糖值的 目标标准95 好像也对 怀孕的病因 跟怀孕前的 匹派 有关系 应该有关 再来 怀孕期间 两个小时的 目标标准 在这边呢 如果它没有特别写说 是75克的 那 或是 100克的 通常就是以 75克的标准 所以答案是 它 不对 对不对 应该是多少 120 那再来 有关葡萄糖恒定异常 IG 葡萄糖恒定异常 葡萄糖耐受异常 诶 葡萄糖耐量异常 IGT 好 下面哪一个是错误的 答案是哪一个 又是数字 好 这题可能稍微困难一点 答案是这里 C 好 葡萄糖耐量异常 算是 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前期 不太会有那种 多吃 多喝 多尿的情况 所以在这边呢 错误的是C 好 现在呢 就把英文记起来 Polyuria 多尿 Polydysplasia 多渴 多渴 就会多喝嘛 Polyfagia Polyfagia 就是多吃 多食的意思 所以 多尿 多渴 多吃 这个症状 是典型 糖尿病的症状 那在糖尿病前期 通常还不太会有 这几个症状 嗯 所以最后呢 当然 注意饮食 适当的运动 确实是可以防止 糖尿病前期 转变成糖尿病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糖尿病 这种毛病 累断筋 好 累断筋 就是不会好 但是呢 一定要好好控制 千万不要 呃 莫名其妙 让自己 转变成糖尿病的体质 而发展成正式的 糖尿病哦 好 所以我们的单元一 上完了 休息一下咯 什么颜色